身果欲经的柔弱女人是个大骗子 一周前刚刚和同伙设下圈套诈骗富二代 珠光宝气的母女携手走进美术馆 看到未来丈母娘大驾光临 馆长亲自接待 所以丈母娘今天特意过来 看看女婿是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娶自己女儿的资格 馆长基本上属于地主家的傻儿子 没啥心眼 但是好在家大业大 美术馆的文物不少 说是价值连城也不夸张 可惜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完全没看出来 母女二人根本就是两个老骗子 母亲假借参观展品为名 引开这个未来女婿 女儿则留下换装准备行动 片刻功夫 已经穿戴好专业设备 楼顶的同伙设下钢索 女人飞身上楼 从通风口溜进去 此时的馆长刚带着未来丈母娘到内侍大门 说是不能看 手上已经在用解码器记录密码 女人从通风管道降下顺利进入 母亲则把解码器放在木箱上 再谎称自己头晕要出去透气 临走前故意把口香糖黏在红外监控上 三分钟足够女人偷走宝物 先翻出解码器打开内饰 拿走宝物后再放上个赢品 行云流水一套操作 两分钟时间都不到 真品先交给同伙 剩下了一分钟 则是用来返回顺便换装用的 地主家傻儿子进门 时间刚刚好 母女二人本可以顺利离开 但是因为刚才故意沾有口香糖引起警报 馆长不得不怀疑 这母女二人有其他心思 要求保安对其开包检查 馆长油油郁郁 还是让保安开包检查 结果出了快乐水就是零食 馆长欧巴这次陪了夫人又折兵 真正的宝物 已经被盗贼团伙悄悄带走 东西已经偷到手 但是近几年是别想出手了 馆长已经报警 只能等风声过后再考虑卖多少钱 团队主谋波派 主要负责钓钢索 小哥负责钢索辅助 通常依靠女神燕尼可用美色诱惑 再加上有花婶在旁边辅助 这么专业的团伙 光偷个香炉是不能满足的 下一个大单是偷钻石 而且还要找出足够的合伙人 其中一个就是老朴 据说这个老朴以前是波派的大哥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两人分道扬镳 闹得很不愉快 但这位老朴是个传奇人物 扶完兵役后就去澳门赌场 用80万韩元赢了80亿 人送外号澳门朴 除了老朴 这次还要联系几个香港的专业人士 组成今天大团伙干一票大的 兵和贼的关系很难用常规认识判断 朴子这次上门 自然是知道波派有猫腻 可翻箱倒柜也没找出丢失的香炉 区区一个打火机 是不能收买条子叔叔的 但送礼的行为足以迷惑双眼 脑子好不好还是次要的 关键是态度 既然波派态度这么好 摆在桌上的半个香炉 也就愣是没看见 还被当成烟灰缸用 在盗贼窝点找了半天 一点线索都没查出来 波派已经等不及要去偷钻石 不然留在这里 也会被条子烦死 摆氏是团队中 颜值仅次于燕尼可的存在 用他自己的话说 之前偷过的东西 比汉江里的石头还多 能被放出来 也算老天不开眼 一山不容二虎 一个团队中 两个颜值相仿的人 向来不太对付 讲废话没有用 出来混的 谁手上功夫更好 谁就说话算数 与盛气凌人的燕尼可相比 百事见谁都用敬语 一来就把团队气氛打得火热 搞得花神很开心 韩国这边团队人手 已经差不多了 香港那边还要再确定一下 华叔正在一家金店享用晚餐 小门 我都说人家五分钟就到了 打到去取消警报了 不好意思 我刚刚以为老板他要打的 华叔是来抢劫的 但是临危不乱 以金店老板身份 声称自己按错警报 本以为能糊弄过警察 但小警员突然说要用厕所 这一下给店员找到求救机会 警察上完厕所 出来端起咖啡酒喝 完全没注意到求救信号 稍微用点心就能立大功的好机会 就这样被错过 华叔的团伙成功弄到一大笔钱 除了三个大老爷们 还有一个英姿飒爽的朱丽 这个朱丽不简单 父亲就是这行的前辈 到他这一辈算是子承父业 不过他们四个对韩国人向来没有好印象 中韩大道第一次会面搞得相当不愉快 华叔认为韩国人不靠谱 波派就认为中国人喜欢黑吃黑 暗中都骂对方是憨憨 韩国女人漂亮 你看就知道是整的 所有韩国女人都是整过的 韩国出生中国长大的安德鲁 想欺负对方不懂中文 剑兮兮靠过去 悄悄骂耶尼可的脸是整的 结果小哥是韩国华侨 能听懂中国话 首次交锋就没占到便宜 你不想活了 你他妈的 竟敢追我 竟敢追我 瞧你这个超小子 双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 老朴终于到场 中韩大道加起来11个人 都是行家里手 目标就是名为太阳之类的超级钻石 当年苏富比成交价300亿 后来被一个叫蒂夫尼的女人偷走 这次他们就是要从蒂夫尼手上 再把钻石偷走 据说这个蒂夫尼是红爷的情人 而红爷又是港澳台 销赃行业有名的黑道人物 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也没人知道他是哪国人 只知道他手上有个蝴蝶刺青 这次从红爷情人手上抢到钻石 还要以2000万美金价格 再卖给红爷 听起来像是个提着脑袋卖命的事 不过在行动之前 要确定消息来源 但有上千万美金诱惑 还是值得冒这个险 为了确保行动安全 老朴介绍一个女人给大家认识 这个女人看起来相当富泰 而且老朴特意介绍 女人是蒂夫尼同父异母的妹妹 贵妇妹妹声称 太阳之类就在蒂夫尼房间里藏着 那是赌场的豪华套房 房间里一共有两个保险柜 太阳之类可能就在任意一个保险柜里 但是重点在于如何进入房间 由于蒂夫尼做过心脏手术 所以就把心脏里的电子装置连接上磁力锁 只有他自己能打开房门 听起来这不是个容易的工作 风浪越大 鱼才越贵 越难就越说明太阳之类值钱 但这个团伙却不像想象那般和谐 单单是韩国这边就不够团结 四年前老朴还是韩国盗窃行业领军人物 波派和百事都是他手下 关键是老朴很喜欢百事 在一次偷黄金的行动中 钢索意外断裂 老朴当场掉下去摔断腿 后来倒是没被警察抓到 但68公斤的金条也消失不见 波派认为一定是老朴私吞 所以就带着百事和老朴决裂 时间一晃就到了现在 仇人见面缝外眼红 百事故意找上门说要叙旧 趁机偷走老朴包里的嚣张渠道 现在只要再把钻石搞到手 就可以撇开老朴多分一大笔钱 但那都是昔日恩怨 现在要做的是 大家团结一心 先把钻石偷到手 华叔和华沈都有在日本生活的经历 所以他们假扮成一对 从日本来赌场潇洒的夫妇 必须要花钱如流水 打造出富豪人设 稳住来豪赌的Tiffany 给行动组争取时间 安德鲁要负责四处乱赚 摸清楚赌场内部结构 耶尼可和小哥就要发挥美色优势 从赌场经理身上复制门禁卡信息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 耶尼可正常散发与生俱来的魅力 但赌场经理竟然只对小哥感兴趣 完全忽视旁边的女神 耶尼可从后边摸到钱包 伪造门禁卡的时候 小哥已经逐渐被迫陷入对方的圈套 这是令人难忘的吃豆腐时光 小哥每每回忆起来 都忍不住腹中冲动 想偷到钻石 光靠技术还不行 最好能把枪带进去 安德鲁收买了后厨一个送饭的老大爷 成功把枪带进安保严密的赌场 一切准备就绪 就差开保险柜的技术 这方面朱莉最拿手 毕竟家传技术不用白不用 可惜朱莉父亲虽是大贼 朱莉自己却是香港警队督查 为了这次的大案 所有警队同僚一起研究如何开保险柜 当下流行的保险柜前面有一层玻璃 如果从前面打钻头 确实可以打断锁扣 但同时也会打破玻璃 一旦玻璃破裂 钢丝绳就会立刻锁上锁环 保险柜就再也没办法正常打开 那我很担心你 不如担心 我在澳门开不了本乡 大大相传 混得好不好 有时取决于会不会说话 距离正式行动 还有最后一天准备时间 华叔和华神预定一间豪华套房 燕尼可需要从房间 从下至上进入T腐尼房间 至于如何躲开监视器 就需要老朴在赌场里 假装和波派打架 监控室自然会放大赌场画面 从而忽略电梯和走廊的情况 届时小哥就可以推着小推车上楼 把所有需要的装备提前藏好 所以华叔和华神 必须尽全力把T腐尼留在堵桌前 就算这样也只有十分钟时间 一旦开始行动 警察会立刻赶到现场 到时候偷到偷不到都要走 由于之前老朴在赌场赢下巨额资金 已经被拉进黑名单 只能在赌场外面等其他人 澳门的夜色迷人 大楼外墙悬挂的耶尼克更迷人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只靠两条缸锁就赶往上爬 到30楼立刻切割玻璃准备进入 剩下的人则负责武力占领控制室 最重要先拉断电闸 靠着断电的短短几十秒 打开装有电子锁的房门 直到现在金库保安还以为贼人们的目标是金库 根本没想到太阳之类即将失窃 现在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百事和朱莉一人负责一个柜子 先打开一个孔 再放进探头 找到钢丝绳的位置 再用备用钢丝绳挂上去 这样就可以避免玻璃打碎后锁扣锁死 眼看太阳之类就要到手 但华叔好像有其他想法 他本就擅长直接名抢 之前也和红爷打过交道 而且当时眼看着自己的同伴被红爷一枪爆头 所以他总觉得偷红爷的东西不是正事 干脆另辟蹊径 放弃太阳之类 在赌场里抢到多少算多少 然后带着花婶远走高飞 才算最安全的路 在保险柜前的盗贼们 显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有备用钢丝绳在 玻璃打碎后果然没被锁死 现在继续用电钻破锁就可以 可是保险柜打开那一刻 里面只有几罗钞票 另一个保险柜里更是连钞票都没有 他们上当了 全都上了老朴的当 真正的太阳之类就在金库里藏着 而且已经被伪装成送餐大爷的老朴偷偷取书 谁都没发现饭碗里藏有钻石 钻石到手 老朴顺便给众人发去短信 声称自己要独自去见红爷 顺便祝大家好运 冒这么大风险 到头来竟然是为他人做嫁衣 最专业的团伙 已经面临风崩离析 覆灭结局就在眼前 众人各自逃命 耶尼可穿上服务员的旗袍想混过去 半路就被保安拦下 他听不懂中文 也不会说中文 怪异的样子引起保安注意 付出意外是要被送进警局的 已经顺利脱身的小哥 一直都喜欢耶尼可 为了爱人 小哥决定牺牲自己 小哥吸引火力 把安全留给女神 可惜少男情怀总是失 当他被扑倒在地的那一刻 心里依然是甜蜜 最凄凌的几个人 已经折戟成沙 剩下的贼人全都没能逃脱 除了本就是警察的朱利 波派 安德鲁 百事 全都被警方带走 闯到地下停车场的华叔 本是想和花神双宿双飞的 可惜包围过来的警察越来越多 只能选择应聘 和警方发生武力冲突的 一般都没有好下场 华叔虽然最后还是带着花神逃出赌场 但自己已经腹部重担 没能坚持到最后 好梦游来最异性 苦命鸳鸯身死浑霄 再也没能看到那天的夕阳红 另一边的波派 安德鲁和百事正被押往警局 大贼往往不甘心落败 再加上警方的大义 只安排两个警员押运 被波派和安德鲁找到机会反击 解开手铐就要逃走 结果车子失控直接冲进水里 波派和安德鲁趁机开溜 两名警员只顾着追逃跑的犯人 忘记还有个女贼被手铐靠在里面 整部车子落进水里 四周连个救命的人都没有 百事挣扎许久 只能选择放弃 恍惚中好像看到 化妆成老大爷的老朴是一元首 等百事再醒来时 已经躺在泳池旁晒太阳 手上还多了一把钥匙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在哪 后来还是接上一个小孩子 递过来张纸条 是波派传来的消息 要百事到码头见面 死的死抓的抓 中韩联手专业团伙竟然被算计 最后就只剩这几个残兵败将 此时的老朴一心卖钻石 他要从红颜那里赚一大笔 约定三天后到釜山交易 残兵败将当然不会顺了老朴的意 要报复就要先找到线索 现在唯一能抓到的 就是声称踢负你妹妹的女人 记得当时她是坐劳斯莱斯来的 现在看来也是租来的豪车 翻遍全香港的租车公司 也要把她找出来 没多久就打探到租车的地方 正好就是那辆劳斯莱斯 叶尼可牺牲自己的爱表 声称是其他客人遗落在车里的 租车公司不得不检查客人信息 趁这个机会 几人查到那个女人的详细住址 不过屋里已经人去楼空 只剩一包垃圾 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 就算只有垃圾也能找出线索 按照翻出的名片 挨个打电话 知道是哪里就好办 冲进酒店房间 见面就是一圈 这女人根本不是什么贵妇 就是和老朴 有些朋友行义的大骗子 要么继续选择 为朋友两肋插刀 要么选择牺牲爱犬 做成火工 孰情孰重 女人还是选择了爱犬 电梯已经被故意弄坏 等到老朴下楼去和红爷交易 几人伪装成维修工 立刻开始行动 可是 业尼可和百事进门转一圈 发现屋子里 除了烟味 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根本没在这里住过一样 这时百事想到一件事 还在澳门时 听老朴说起过 要什么两间房 猛然意识到 会不会隔壁 才是老朴真正的藏身地 悄悄溜进去 果然发现判断正确 但同时也在耳麦里 听到自己的名字 百事是老朴最心爱的女人 其实当年是波派 故意剪断钢索 老朴纯属被坑 而且老朴刚开始 也以为是意外 当时有警察追捕 只能先带着金条跑路 在下水道躲了整整15天 等风头过去 再回来找组织的时候 看到亲爱的百事 在和小弟波派热吻 他知道是波派剪断的钢丝 事已至此 为了不让心爱的女人伤心 就没再追究 听到这一切的百事 终于明白老朴的心意 就算已经看到 太阳之类藏在房顶 还是决定放弃 摸的不是屁股 是口袋里的假钻石 也你可知道 百事也定做过一个假钻石 拿走假货 准备以假乱针 百事虽然向老朴表示歉意 但剩下的波派和耶尼可 绝对不会放弃 就算冒险从屋子外面爬 也要爬进去 看到钻石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钻石拿走 再把刚摸来的假钻石放进去 而且现在耶尼可身上 还有一个自己定做的假钻石 进可攻退可守 当老朴和红爷准备交易的时候 警方也已经全副武装 准备实施抓捕 为什么在这个房间 你应该记得这一房间 红爷记不得当年的事 老朴可是死都不会忘 当年老朴父亲和华叔 就坐在红爷对面交易 红爷一枪打死老朴父亲 拿走太阳之类 老朴藏在床底下才躲过一劫 他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赚钱是次要的 替付报酬才是最终目的 一枪都没打中 老朴早就顺着窗户跑了 枪声反而把警察迎来 但是红爷的手下 比警察还要狠 手下为掩护红爷撤退 和警方血拼 大楼里已经乱成一锅粥 老朴还是那个 身轻如燕的钢索天才老朴 两个杀手都打不中 被老朴成功逃脱 枪声越来越近 波派好说歹说 让耶尼可把钻石扔下去 但鉴于之前波派的种种劣迹 耶尼可不敢完全相信 虽然把袋子扔下去 虽然里面装有钻石 甚至虽然波派已经逃出警方包围圈 只需要甩了安德鲁就能独吞钻石 但他千算万算 没想到自己也被耍了 过马路时被车撞翻 钻石滚落在地 眼看钻石被碾碎 他才发觉不对 真正的钻石是不会这么轻易碎的 这就是个假货 真正的钻石还在耶尼可手里 但要逃出警方包围圈 还得动动脑子 耶尼可再次用美人计门混过关 反正水管已经被打烂 干脆洗个冷水澡 警方冲上楼就开始飙息 警察小哥哥对裹着浴巾的小姐姐相当温柔 甚至还贴心的把自己的衣服给耶尼可穿 完全没想到价值连成的钻石就在这个女人身上 本该高兴的时候 耶尼可突然想到花婶和小哥 一个已经离开人世 一个被抓生死未卜 一时有些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女神重新收拾心情出发 老朴此时也已经逃出警方包围圈 准备坐船离开 他在大厅看到摆事时 想带爱人一起走 红爷的突然出现 让老朴立刻藏力身形 本想就此斩断成员 可当追踪而来的朱莉 用枪指着摆事时 老朴终于决定牺牲自己 有大鱼出现 朱莉立刻放弃小鱼 连开两枪当场射到红爷 射下圈套本就是为了抓红爷 也就没再注意老朴和摆事 等摆事回到那个秘密基地 烧完曾经的护照时 突然想起 手上由老朴交给自己的钥匙 用这把钥匙打开从未打开过的后备箱 所有金条好端端的放在那里 不过相比这些金条 还是钻石更耀眼 叶尼可在香港卖钻石的消息 在道上传得沸沸扬扬 百事想给老朴一个交代 立刻动身到香港 半路上还碰到了老熟人 富二代李馆长竟然也在这里 而且色迷心窍的李馆长 还想用超能力泡妹子 正好能用这小子去拿捏耶尼可 嘴上叫着亲爱欧尼 心里骂着超级婊子 耶尼可想要可靠的销赃门路 答应事成之后 分给百事三成利润 但是一个月总统套房的房费 要百事出钱 这些都好说 当百事招呼出李馆长时 耶尼可心理防线全面崩溃 年轻人还是太毛躁 价值连城的钻石不随身带着 结局只能是被人偷走 百事本来还想和耶尼可一起卖掉钻石 但老朴已经打来电话 不但结清了耶尼可的房租 顺便还把钻石拿到手 十几个大道忙前忙后 最终还是没能算计过 心思最深沉的老朴 十一个主角的群像戏 很难分清楚次 若是真要分个高低 还是按颜值最好 女神全志贤理所应当排第一 之所以是女神 除了颜值还有演技 最后拿到钻石 独坐警车的那一瞬间 又哭又笑 又悲又喜的感觉极难拿捏 单单是那一个片段 足以让全女神傲视群雄 但导演和编剧 没把最佳结局奖 颁给全女神 斗智斗勇 好容易才把钻石拿到手 最后还是为他人做嫁衣 连根金条都没能揣兜里 狠心老朴如此对待全女神 心里怎么过意的去